我今天呢 就是 其实这个video就是刚刚 送了猫猫走了 过后我们就拍多一个video 是因为 我今天来到了 music please 这个绝对不是打广告 不是业配 是我自己纯粹想要来买东西 那我想要买的东西 等下你们就会知道了 对 这里我来了 我就会花四位数 真的很严格 我要去二楼 哇 这个不是Michael Jackson的弟弟 Michael Jordan 我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但是我之前买的是二楼的 所以 吉他 对 所以我现在想要买一个 就是新的 来 去吧 东西 我喜欢这个 我之前来的时候就看过 需要上钱 有啊 有钱 因为我选的那个牌子是叫Teller 对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了 我现在已经分线 很多人叫我买Yamaha 但是 我去Google search 然后他们讲 其实Teller的手里会更好 而且Teller有size 是比较小的 就 因为我们太大的话 像我们这种矮的 就会比较难去拿 所以想会比较好 这一只叫做 Martin Nitter Junior Nitter Junior 我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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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打赏 老人 你 我打赏 你 我打赏 你 这个还好听 这个是如果你的音色真的是要大概 好像比较像接近音乐的音色 我真的谈到一次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的声音 我一听的时候我没有听喜欢 这个因为它就是音色本来就是这样 比较尖一点 这个是会变比较尖一点 对比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比较 比较好听一点 比较顺的 舒服 要了我已经学好我要的吉他了 经过了一番的考虑 对 太小了有几架了你看 但是就是小架的 那个音 我听了我觉得不是很舒服 我比较喜欢那种soft的 然后这个Martin的有两款 一个是大也是小的 小的就差不多跟那个Taylor的那一款小的 一样音 音会偏尖一点点 我听了我觉得不是很舒服吧 我比较喜欢那种可能 我不懂我这样讲就是比较阔 听了比较soft这样子 你听看还有差别 嗨所以呢我就决定 买到了这个吉他就是Martin的 虽然我一开始就是去那边的目的是Taylor的 Taylor Swift Baby Taylor Swift的那个吉他 但是就是试了音就觉得 嗯 不是喜欢的那种音感 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中了这个了 因为其实这两个牌子是我考虑的牌子 但是我想要拿的是Taylor的那一个 可是音试了过后我还是觉得 Martin的会好一点点 所以呢 现在就看一下我的吉他 诶 这个吉他价钱是2500块 对 我选了这样子的颜色 因为接下来呢我就走的色系都会是这种颜色 所以我就想要买这种颜色 其实他有大跟小的 Taylor那一个呢也是有大跟小 就是刚刚你们全面看那些video呢 就是有在试音的时候 那一家有一家是小的 那一个是Taylor的 然后其实这个Martin的也是有小的 但是那小的音色也就是像这样子 我不是很喜欢啦 嗯 为什么我会讲我不喜欢呢 你听看这一个的 是不是好像比较soft这样子 我不懂啊 怎样去解释我想要表达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对吉他真的是不熟 我以前有一架吉他 但是呢就是因为弹完 然后我就自己存了钱吧 应该是我自己买的 没有错的话 因为那个是二手的 然后才200多块吧 一个很劣质的一个吉他 那个线呢它其实是 对也是要这样子铁的 不过它很粗 它按起来也会比较痛 然后那一个就是 怎样讲啊 弹弹一下那个旋就断了 然后去做 然后再弹弹一下 那旋又再断了 然后直接把它丢在那边不用了 因为我也对吉他 也没有讲特别有兴趣 只是说呢 最近因为乌克莉莉玩多了 然后会按了 就自然而然对这个吉他有兴趣 乌克莉莉我也是买了很多年 也是没有去弹 也是突然间 觉得想要去学回去 然后再弹的 之前我是在中学时期 好像中学也是毕业了我忘记了 然后就是因为 没有钱 可是又想要买 然后就去跟朋友 跟有做工的朋友借了钱 然后跟他讲 我分期付款给你 然后就买了那一个 这个乌克莉莉 我忘记是两百多还是四百多块 但是那时候很便宜 然后我真的是分很多期去还它 这样子 所以那个是自己很辛苦 春前买来的乌克莉莉 可是我现在对它好像有点坏 因为我直接把它丢在地上 我今天就是想要 谈一下所有的chord 看我会不会去按 然后我其实有去淘宝买了一个 就是夹这样子 然后是给我们去练习手的 但是还没有到 到了过后会开箱给你们看 Guitar的chord相比来讲 比乌克莉莉难很多 因为它有很多个弦 这叫弦吗 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很多东西呢 你们如果真的要学的话 Google YouTube 真的是万人的 他们真的能帮你找到很多东西 我们先学EM Emind 是叫Emind吗 好吧我还不舍得拓牌 我就这样放这样 哦对 before这个我要先test音先 嗯 哇很强欸 刚刚那个人拿出来test的时候啦 他是用他的耳朵听 然后去调这个音的 然后这一个我现在用这个来调 它只是跑掉一点点吧 我们后面的全部都是准的 溜溜溜 我很欣赏这种有绝对音感的人 因为好有这种的话 就很容易就学到关于音乐的东西 OK我们先弹Emind Emind Emind 应该是这个 是吗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之前一开始学要学吉他 是因为爱你这首歌的前奏 所以呢 想一下想要弹一下这个的前奏 有点小开心小兴奋 蛤怎么按啊这样子 好吧我就弹到几个chord罢了 所以对 然后我也不想要弹太多在这边 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这些东西 所以呢 我会常常update在我的IG story 應該是 對 想要時不時聽到我彈的話 就可以去follow我的IG 所以這其實就只是一個很想玩吉他的體驗的一個視頻吧 哇 人生中四位數的吉他 我可以好好保護你的才怪 超喜歡的 我很喜歡他的音 就聽起來很有乖地的感覺 好啦就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反過來 訂閱別忘了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訂閱收到我最新影片的通知啦 掰掰 下一期見 剛剛一下子時間就是學一首歌 然後就是想要錄起來 我挑戰彈一下但是我不會唱 因為是可以唱的 但是我覺得音配起來不對 所以我就不唱 怎麼這樣怪啊 那個那個 那個 啊 第一次遇見一天 站住你這臉 什麼我不是好想瞭解 我感覺我懂 你的特別 你的心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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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放棄了啦 今天就學到這邊了 我很累唷 很累很累 因為今天還蠻好一整天的事 就這樣 掰